今日 萧亚轩更新自己社交平台 晒出了一张自己与一位小鲜肉的铜矿合照 疑似又双弱绝有了新恋情 随后 萧亚轩又晒出了自己与一位年轻男子的合影 在美食的照片上 甚至配上了满是爱心的小表情 这种葬不住的粉红泡泡 引得吃瓜群众纷纷猜测 萧亚轩是不是又恋爱了 不得不说 萧亚轩真的是帅哥收割机了 不是在谈恋爱就是在谈恋爱的路上 出道这么多年 明明可以凭借唱歌稳坐天后地位 却偏偏将谈恋爱打成了自己的主业 而众多男友当中 与他谈了三年的黄浩 应该算是他最长久的一位了 两人在2019年8月官宣恋情 随后萧亚轩就带着黄浩上了恋爱综艺节目 让原本毫无名气的黄浩顺利被大众熟知 据悉 为了提携男友 萧亚轩给黄浩排满了各种行程和学习 表演课 舞蹈 练钢琴 每天都像妈妈一样叮嘱他 以至于黄浩一度因为压力过大 咳嗽吐血进了医院 当最初的甜蜜期逐渐退去的时候 萧亚轩在节目上也毫不避讳表示 他和黄浩恋爱已经三年多了 参加节目的那一年 他更是直言感觉感情已经到了瓶颈期 会经常萌生放弃这段感情的想法 但恋爱的三年时间里 萧亚轩一直没有和黄浩的妈妈正式见面 两个人只存在手机联系人里 而且看节目的时候 有不少网友认为 节目中黄浩在镜头面前演都演得没什么耐心 而且社交平台没有一张和萧亚轩的合照 都是萧亚轩主动秀恩爱 当然了 相信萧亚轩在投入每一段恋情的时候 都是真情实感的 毕竟就像他自己说的 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恋爱小天才 你有什么想说的 川普平台要真柔异灌了 都是人如果瞧这 一双想文 检斯主动秀 tender搞一顿 都会这样 tych子都还弄得更多的 憾度 相对不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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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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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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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